好久不见的音乐教父罗大佑 昨天晚上他在台北的小巨蛋开个人演唱会 昨天演唱会上面他一连唱了46首歌曲 让歌迷重温80年代的金曲时光 穿着黑色披风带着招牌黑框眼镜 音乐教父罗大佑登上小巨蛋开唱 带歌迷回到当年的金曲时代 自从离婚了以后 台北的朋友马上就少了一半 今天晚上的票房证明各位的捧场 好像朋友还不少 谢谢大家捧场 回到台湾开唱 让罗大佑让歌迷再度回味 陪着众人一块长大的经典作品